慶祝的活動 待會結束之後 我會跟我們英皇的所有工作人員一起慶祝 感謝楊老闆 他說讓我 如果拿獎的話 第一時間給他發信息 然後他就幫我慶祝 對啊 我拿到獎之後 第一時間發給楊老闆 你接拍 不用不用 我自己來 你接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當初有沒有想過 會為你得到那麼多的影響 說實話是沒有想過的 但是 我看到這個角色 我覺得他值得我付出很多 我也相信會有人看到 我一直想說 如果不是鄭馬瑞導演 如果不是志齒 如果不是王陶 我可能這五年 每一次在絕望的時候 都可能隨時要放棄 是因為 志齒 他讓我每一次 在想要轉行的時候 就想著說 嗯 當年拍志齒的時候 鄭馬瑞導演 對我的信任 他對我的認可 以及他讓我在 表演的時候 能夠完全進入到角色 讓我在角色裡面 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我覺得作為一個演員 能夠演這部電影 然後能讓我感受到 我人生第一次 對 直至今天 我第一次 真的非常 認可我自己是一個演員 雖然我之前演過一些戲 但是我從來都沒有 那麼強烈的感覺 自己是 是一個真正的演員 對 最大的挑戰應該是 害怕導演不滿意吧 因為 我們合同裡面簽了一條 如果 他們覺得我不行 隨時可以把我換掉 對 其他的其實沒有挑戰 我覺得 我送給王陶的一句話 那裡 盡是憂傷 和廢墟 但妳 是個奇蹟 我劉亞瑟是個 平平無奇的普通女子 但我覺得我的角色 她是一個奇蹟 然後也是因為電影 因為這一切讓我 今天拿到這個獎 我覺得也是一個奇蹟 對 我非常失望 我最失望的是 導演沒有拿到最佳導演 因為呢 好多人跟我說 怎麼沒誰導演 還要個七星來的 這是不是罵人的話 但其實我自己都還 所以我跟她 一起拍戲 一起合作的時候 從她身上學習到 好多好多 我覺得我也可以不用吃飯 不用睡覺為了電影 對 我覺得這麼的導演 是我心目中的最佳導演 下一個目標 其實我沒有目標欸 小時候有目標 我的人生第一個目標是 拿到最佳新人獎 可是沒有拿到 我的人生第二個目標是 在三十歲的時候 能夠拿到最佳女主角 可是今年我已經 過了三十多歲 才拿到 雖然來的晚一點 但是 我還是拿到了 也實現了我的 所謂的夢想 因為很多人說我沒有天賦 但我相信 只要努力 就一定可以通往自己夢想的地方 我們慢慢的一步一步 可以靠那個天堂走得更近 你最想跟哪個男主角合作 未來 未來 每一個我沒有合作過的男演員 我都想合作 對 我不介意是 多有成就的導演 多有名的導演 我也喜歡跟新導演合作 包括所有的演員 我覺得所有愛電影的人 我都想跟他們合作 嗯 最近沒有演很慘的 但是也會有一點點慘 可能導演他們看到了我身上的一些氣質 就是比較 對 可能我本人不是很慘的那種 對呀 今天都沒有哭 我很開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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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